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潘师傅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那今天潘师傅来到咱们精彩的味道可以说又教我们来做美食了 但是今天在桌上呢看见了很多蔬菜 可以说很多样 你看这白菜 这是紫甘蓝 还有黄瓜 还有这辣椒 木耳 还有藕片 另外还有花生米 这潘师傅您怎么想呢 今天想给咱们大家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今天想给大家做一道大半菜 大半菜 什么叫大半菜呢 就是很多种蔬菜放在一块 咱们今天这几样蔬菜全放在一起做 那能好吃吗 肯定好吃 你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做这个了 对 好 那咱们开始做 好 所以现在我们在选料的时候啊 这个大半菜呢 就是这个 我现在给大家选的几种 就是我们大家的创建的创用的几种 再一个就是这个拌菜的时候啊 一定要选这个原料 吃起来口感比较脆爽的这种 特别是这个夏天 比较脆爽的 对 口感比较好的一点 这籽甘蓝 还有这藕片都挺脆的 对 包括你如果说 如果放这边放青菜的话 肯定就和效果也差一些 嗯 是 那口感这些很多一种 很多就是在我们厨房来创用的一些 下酱料 你看 白菜吧 有剩下的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包括辣椒 黄瓜 这都有一点的 都可以把它放在我们大麦菜里面来做 嗯 就可以做我们的当餐 充分的 你说是在我们厨房里面 就是一些这个 煎熟浪费 都叫浪费 是 但是在今天开始呢 有发现 您把这冰水又断上来了 是不是又有什么诀窍 为咱们大家说 这个蔬菜里面 你如果放到冰水里面浸泡一下 它的这个口感里面更加脆嫩 炎热的夏天 冰水里浸泡过的蔬菜肯定是透清凉 接下来怎么做呢 这是个大白菜 我们这个选到大白菜的时候 白菜是要切吗 不用切 撕一下就可以了 撕一下就行 试一下 撕一下 反正是不是这活我会干 这框里洗手大一点 放到冰水里面 直接放冰水里 对 可能做菜的时候什么不太懂 肯定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这白菜还可以 这紫盖蓝 这紫盖蓝需要吃吗 这个紫盖蓝也要把它撕成片 也需要 我发现这紫盖蓝还挺不好 往下扒的 对 必要解释它这个 现在把这些材料都泡到冰水里 是为了让它吃起来口感上更脆一些 那潘师傅咱们这些菜都放到冰水里 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这个泡四五分钟就可以 也是四五分钟 和咱们以前做过的一道冰镇苦瓜 对 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 那咱做这道菜是不是和那个有点相仿啊 差不多 如果这个蔬菜啊在这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 它就泡到这个水啊 滋到蔬菜里面去 这味就不好了 对 其实不管是咱们做这个大拌菜也好 如果说咱们家去吃个这个凉菜 想要这个口感上更脆一些的话 同样也可以放到这个冰水里 对 可以 这个特别是个黄瓜 夏天我们都比较爱吃个生吃黄瓜 对 这个你如果说把这个黄瓜提前放到冰箱里面 嗯 冰它一下 如果你再吃它口感肯定不一样 是 还有木耳 木耳一块放到里面去 那现在这个木耳呢也是大颗的木耳把它撕碎的 这个拌到大拌菜的时候 用作调料呢有这个盐 味精 还有这个味达美 蒜泥 红油 红油 红油就是辣椒油 是辣椒油 对辣椒油 然后我们拌的时候呢 把花生碎 把花生米放到里面去 直接倒一下 对 倒里面去 其实这道菜我觉得有些时候 这女士也特别爱吃 对 不太夏天了 不太愿意吃一些肉之类的 可以拿这些蔬菜稍微的去拌一下 然后放蒜泥 嗯 这块肉说到这蒜了 有些时候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吃凉面 这凉面里面也特别爱放这些蒜泥 对 就放入辣椒油 嗯 辣椒油放的时候呢 放得多一点 咱们这个辣椒油就是 是特别辣的那种吗 不是特别辣的那种 不是特别辣的那种 而且我看啊 咱们刚刚放的这个蒜泥 是用这个蒜就倒出来的 对 有很多朋友这个往里边放蒜的时候 特别习惯把这个蒜给拍碎了 稍微切一下 是不是没有这个效果好 对对对 这样呢 把它切一半好了 哎 从这个颜色上看 别看是它 就几种蔬菜去拌在一块啊 但是这个颜色看起来特别的诱人 好 那咱们今天这一道大拌菜就已经完成了 可以说咱们如果说家里的厨房 去做一些菜的时候 剩下了一些这个 可以说是用 术语是下脚料 如果说是咱们家里有专门的这几道蔬菜 可以专门拿它做这样一道这个大拌菜 不知道咱们今天呢 这一道非常好看 又非常好吃的这个凉菜系列之大拌菜 您学会了没有 明天见 好 有点 很高兴 会有什么看起来 快遇见 不要 闹清楚 对 尸费 你 起来 我